网友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有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常婷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儿腹泻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为您介绍一种小儿常见病 同样是我们论坛当中排名第三位的最怕宝宝得的病 小儿的支援体肺炎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依然是来自空军总医院的儿科主任徐华 您好 徐华主任 我们知道肺炎是小儿最爱得的疾病之一 而且很多的妈妈都非常担心因为肺炎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很多的妈妈就想问一下 这个支援体的肺炎和我们一般所说的肺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支援体肺炎它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这么一种 这个支援体本身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这么一种微生物 它有一定的流行趋势 大概它有一定的周期吧 这个流行 四到六年有一次大的流行 平时也会有散发流行 而且这几年确实有增多的趋势 它的发病特点一般来说 它比较多见于年长儿 就是学龄前和学龄期的这样的孩子 当然小婴儿也有少 大孩子多一些 它也是出现咳嗽 发烧这些临床症状 但是它比一般的肺炎 发烧咳嗽要重 一个是热度高 另外发烧持续的时间要长 咳嗽也是非常频繁 成那种刺激性的干咳 这是其他肺炎不具有的 这是症状很重 但是它体征很轻 这也是和其他肺炎不一样的 其他肺炎呢 一旦出现发烧咳嗽 很快就会在肺上听到一些螺音 失螺音 而支援体肺炎呢 很少能听到螺音 这是一个症状重 体征轻 这是它的特点 还有的话呢 就是它X4线的表现又很重 它比较多的在右下肺 成了一种大片状的阴影 同时它有游走的这种趋势 在这个肺上有个病变 过程几天你再看 那个肺上也会有病变 有游走的趋势 还有的话呢 支援体肺炎呢 这个它会引起一些肺外损害 它比其他的肺炎 更容易引起肺外损害 为什么呢 因为支援体这个病源呢 它这个 它里面的有些抗原成分 跟我们人体器官的一些抗原成分 是一样的 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说是 这样呢 它产生的一些 那么感染了支援体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相应的抗体 这个抗体呢 它一方面呢 去针对支援体 同时呢 它也和组织上的 人体组织器官里面的这些病源 抗原发生结合 那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损害 抗原抗体一结合就会出现反应 造成组织器官的损害 所以说支援体肺炎 比较容易引起肺外损害 所以在支援体肺炎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方面要关注 它的肺部的这个损害情况 同时呢 要注意一下 它其他脏器的损害情况 比如说 它会引起心肌损害 引起肝脏损害 引起神经系统损害 它可以有支援体脑炎啊 甚至严重的时候 可以引起这个 这个脑梗塞 我们临床上就遇到过 这么一例病人 它因为血管炎 然后导致脑梗塞 也遗留了后遗症的这个孩子 还有的话呢 它可以引起血液系统的损害 它可以引起冷抗体型的 这种自身免疫症溶血性贫血 就是在支援体肺炎的过程当中 突然出现溶血了 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引起的这个血液系统的损害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呢 就是在支援体肺炎的治疗过程当中呢 就要不断地在观察这些情况 一旦发生了的话呢 那么就要及时处理 要针对这些脏器损害去进行治疗 那么您刚才提到 这个支援体肺炎 很多是可能被传染上的 那么很多妈妈也想问了 除了这个传染之外 宝宝为什么还会得这个支援体肺炎呢 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一个是传染 再一个呢 我们正常人的呼吸道里面 也有支援体存在的 咱们说的这个肺炎支援体 有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咱们正通常的不发病啊 这个在健康状况下 它不会引起疾病 只有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过度劳累 过度紧张 这个有些其他的系统疾病 在这个情况下 它才可能导致这个疾病 那就除了感染这个 就从别人那传染过来的 那自身呢 也有这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呢 孩子呢 要平时呢 也要注意增强体质吧 这个 减少这个 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很多年轻的妈妈 可能没有经验 说这个孩子 如果说得了感冒 或者说是得了肺炎 我们怎么来判断 这个是感冒 这个是肺炎呢 一般通常的感冒呢 小孩呢 全身状况是比较好的 卡他症状比较重 可能会流鼻涕 打喷嚏 甚至有些流眼泪 也可以有发烧 但是也会有些咳嗽 但是它咳嗽往往不重 而且呢 这个病程相对也都比较短 感冒的病程比较短 如果是肺炎的话呢 它往往呢 发烧的持续时间长 热度高 咳嗽也比较明显 这个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控制的 通常呢 如果是这个 已经炎症到了肺部 靠吃药是很难控制住的 往往就是到医院去了 要给你做一些 境外注射呀什么的 来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这位他说 孩子反复地得致远体肺炎 我们都很害怕不敢带他出去 他一般呢都是发高烧 然后呢一查又是 致远体感染 那么他想问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不停地反复呢 能不能够根治好 这个致远体 它和其他的有一些 病原微生物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他呢感染以后 产生的这个抗体是不牢固的 不牢固的 不像是 比如我们有些 现在在做一些预防接种啊 麻疹水痘 三线炎 一般来说 接种一次以后 终身免疫 是吧 终身免疫 除非你再感染了其他亚型 但是这个致远体 是不是这样的 它会反复感染 它的抗体不牢固 反复感染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致远体 一旦被致远体感染以后呢 它要产生相应的抗体 这个抗体呢 它会在体内持续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会半年 甚至更久 如果在这个期间内 你查致远体抗体 即便是没有感染 致远体抗体也是高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鉴别 它是又感染了呢 还是以前感染 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自己可能鉴别不了 要到医院去 医生来鉴别 如果新近的感染呢 往往是 第一次比如说 你查到的致远体抗体 是 1比160 这个是1比160 就已经是高的了 那么 你过上那么几天 再查 它就会有四倍以上的升高 这个呢 往往提示是最近的感染 如果持续都是那么一个水平 是吧 那么 你就要去看 它到底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病人感染了 好的 再来看下一位 那他也想问一下 像这种就是反复不断的 这个感染 致远体肺炎的话 那么作为家长 在护理上 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怎么样让孩子 尽可能不要去反复 一个是呢 就是这个 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还是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致远体是有流行性的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就容易被感染 再一个呢 家里面一定要经常通风 这通风是一个很有效的 一个控制病人感染的 一个手段 再有的话呢 孩子这个 外出回来以后 一定首先把手洗干净 还有呢 尽可能束束口 把鼻腔清理一下 因为这些微生物 都是容易 这个存留在这些部位 你把它排干净的话 它就不会 它就没有这么一个基础 它就不会 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再一个就是 平常还是要增强体质 锻炼 孩子的体质增强以后 什么疾病都会减少的 多喝水 多喝水 有的孩子呢 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 渴的时候咕噜咕噜喝一大堆 不渴的时候一点都不喝 不要这样 要经常不断地喝 保持它呢 老是有尿排出去 这是会有把一些毒素带出去的呀 排尿 好的 来看一下这位 他说孩子得了治愿体肺炎 打了几天点滴 不想再打了 然后想问一下 徐主任 孩子能不能吃一些补品呢 这样的啊 治愿体肺炎的 如果确诊是个治愿体肺炎 那它是要有疗程 有疗程的 不是说三天五天 一般的肺炎 比如像肺炎 练球菌感染的这种肺炎呢 可能一周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治愿体肺炎的 这个治疗时间要长 然后通常要两到三周 这样的 因为呢 这个治愿体它感染 它主要是在肺的兼致 药物不太容易达到那个地方去 再有的话呢 治愿体呢 它这个 刚才我说的容易引起肺外损害 你如果不把它清除干净的话 它还会给你遗留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治疗时间要相对要长一些 当然这个两三周呢 不一定都是在医院静脉输液 你输液大概说输了十天左右 一周到十天 剩下的时间呢 回家继续口服药物治疗 那么治愿体肺炎的治疗 主要是用一些大环内之类药物 大环内之类主要是就是什么 一个是红酶素 阿奇酶酶素 就这一类的药物 这个 回家要坚持用一段时间 而且呢 有时候呢 它临床症状好了 胸片上的影子还没吸收 所以说呢 一定要治疗到 它的胸片 阴影完全吸收 也到这种程度 任何补品都替代不了 这个阿奇酶素和红酶素 所以就是该治疗的 还是要认真的严格的治疗 对对对 好的 咱来看这位 他说 虚主任您好 我家孩子六岁了 头七天高烧 是在门诊看的 没看出肺炎 打了几针 也没有退烧 后来又转院看的 拍片说是肺炎 拍片上是这么说的 两肺清晰 未见实质性病变 肺门形态大小 未见异常 两侧面光滑 新颖未见异常 那是肺炎吗 从他这个X光表 这个报告看呢 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胸片 没有问题 那他临床上 医生考虑他是肺炎 是不是他主要是 从临床上去考虑 因为我们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 临床上非常像一个肺炎 但是胸片抱就是没问题 可是过上几天 那就是病变就出现了 所以从目前他这个胸片看 还没有肺炎 但是呢 还得发展着看 观察 还得观察 很有可能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这个徐主任给大家介绍了 支援体肺炎 尤其也是这个小儿的常见病之一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一周的小儿常见病系列 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建议 也希望年轻的父母们 在孩子们得了病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 能够通过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来做一个简单的诊断 然后呢 如果严重的话 大孩子一定要上医院 去找专家来就诊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这一周的节目 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我们的健康有约 好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 感谢